郑北侯前来提亲 要娶我做续贤 和府上下都震惊了 嫡母更是气得咬碎了一口银牙 她怨我至极 已经打算将我给年余六十的王大人做填房 不成想 我却得了侯爷的青眼 姨娘面上绸云笼罩 拉着我的手叹气 直到我命苦 前后两门婚事 无论我嫁给谁 都是往火坑里跳 我又何尝不知 左右这火坑都得跳 那我宁愿选个富贵的 我宽慰姨娘 反正都是做填房 那我不如选个高门大户的 与虎牟皮搏上一搏 指不定这泼天的富贵 就轮到我了 我姨娘原是嫡母的陪嫁丫鬟 当初嫡母怀有身孕 为巩固地位 给我姨娘开了脸 谁知姨娘很快有了身孕 又性子柔顺 颇得父亲宠爱 嫡母心里极恨 厌我姨娘至极 连带着也不喜欢我 姨娘生产后 父亲见我是女儿 姨娘又容颜不负 父亲也不再宠爱她 我和姨娘在府里过了十几年如履薄冰的日子 前些日子 父亲想讨好顶头上司王大人 嫡母便顺势提议 将我嫁给王大人做填房 王大人年于六十 年纪能做我祖父 听说后院死了许多年轻女子 父亲上下打量我一眼 当即点头 姨娘得知后 在主院跪了三个时辰 只求取消这门亲事 却被父亲一顿训斥 我轻叹口气 大听了消息 得知郑北侯去上乡的日子 十多十多 也朝山上的寺庙去 年前国公府老夫人寿臣 京中贵妇齐聚 彼时我刚急机 父亲让嫡母也带我出席 那是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宴会 就偶然听见某个将军夫人身边的丫鬟说 我长相笑似郑北侯的王妻 郑北侯早年在边关成了亲 妻子却在回京前病死了 因此京中没人见过她的王妻 那将军是郑北侯下属 曾跟侯爷一同在边关打仗 将军夫人随军几年 想来消息不假 那会儿我并未放在心上 现在 这消息倒成了我一线生机 父亲对这门亲时乐得高兴 能嫁进侯府 带来的利益 比嫁给王大人多得多 比母笑里藏刀 只说我是述出 恐不知高门大户的规矩 成亲后若出了错 恐怕会连累家里 要我出嫁前 每日都来她院中学规矩 父亲欣然同意 每天晚上 姨娘看着我累得抬不起的胳膊 都心疼得红了眼眶 我却挂上浅笑 让姨娘宽心 在嫡母看来 我是得了比嫡姐还好的婚事 她心里嫡恨很正常 若不让她发泄了怒火 待我出嫁后 她怕是要狠狠搓磨姨娘 姨娘就这昏暗的烛火 拿出这些年传的提己 悉数给我 阿锦 姨娘出身不高 却也知道 一入侯门深四海 这是姨娘这些年攒下的 都给你傍身 我看着姨娘 鼻头一酸 附在姨娘手上 阻止了她的动作 我一个庶女 能入侯府 就算是田房 也是高架 父亲怕失了面子 让嫡母给我 被一份丰厚的嫁妆 姨娘在府里艰难度日 我又怎能要她的提己 看她仍旧不放心 我出身宽慰 姨娘宽心 我嫁过去就是侯夫人 没人能欺负我 只要我在侯府站稳脚 姨娘在府里的境遇 也会好很多 出嫁这日 一切都有条不紊 随着一生里程 我被送进洗房静静等待 深夜 镇北侯才回来 她掀开盖头 一身大红洗服 我神色柔顺 抬眸看她 她原本面色冷漠 在看到我的脸后 瞬间有一丝恍惚 成婚前 我想办法找到 将军府那小丫鬟 打听到镇北侯 在边关的事 尤其是有关镇北侯 王妻的 那是位温婉贤静的女子 她的病根 是为救镇北侯落下的 班师回朝那年冬天 恰逢大雪 她没有挺过去 此刻 我神色温柔地向 镇北侯问安 她面上附着的冰雪 稍稍融化 只是开口依旧冷淡 如今 你我已经成婚 我自然好生待你 但清清才是我的妻 你给她执个妾礼 以示敬重 我脸眸汗手 恭敬柔婉 妾身晓得 这是应该的 洗房内专门有一处地 供奉着镇北侯的 王妻的牌位 我恭恭敬敬上了香 又行了礼 镇北侯满一点点头 吩咐安置 我侍奉她宽衣时 发觉她抬起手臂时 眉头微微皱了一下 再看她肩膀上的伤痕 心里有了考量 天光未明时 镇北侯就要起身去练舞 我提前穿戴好 服侍她更衣 我让丫鬟将艾草炒热 用帕子包起来 亲自给婆母熬了汤 镇北侯练舞回来 沐浴更衣后 她的肩膀更加不自然 我默默上前 帮她捏起肩膀 而后将热热的艾草 敷在她肩上 镇北侯眼里的惊诧一闪而过 随即放松下来 闭目养神 见状 我微微勾起嘴角 昨夜我注意到 她抬手宽衣时的不自然 加上她肩上的刀伤 便知她落下了病痛 从前在苏府时 属久寒冬 我和姨娘被嫡母罚贵 膝盖受伤受动 次数多了 我便摸索出了这个法子 很是管用 取下艾草包后 镇北侯活动了下肩膀 面上泛起笑意 云锦心细如发 得知我性 我柔声道 能为侯爷解忧 是妾身的福分 她将我的发丝捋到耳后 眼里的满意更甚 我们一同前去给婆母敬茶 公爹十年寒窗 考了功名后 做了个小官 去世得早 婆母是她的遭康妻 公爹去世后 她一个人将镇北侯拉着长大 后来镇北侯参军 立了军功 得了爵位 婆母这才摇身一变 成了侯府老夫人 婆母接过我手里的茶 啼笑肉不笑道 虽说绝儿娶的是续贤 但她身为侯爷 什么样的女子娶不到 可她喜欢你 我也就认了 罢了 往后你要好生服侍她 早些给我添个孙子 才是要紧 说完 她将手腕上的一个 留金镯子退给我 我不卑不亢 谢过婆母 又奉上我亲手熬的山菌汤 侍奉婆母用早饭 婆母尝了汤后 笑意真切了许多 镇北侯面上也和煦了不少 微末时 婆母便喜欢山菌汤 如今享受尊荣 时不时地还会想念从前的味道 叫人坐了来喝 我就投其所好 哄住婆母 立好我温良公俭 柔顺听话的贤妻良母人设 回到正院 妾室们已经在等候 他们一一向我敬茶 我瞧着底下几人 都长得与镇北侯的王妻 有些相似 心里有了底 各自赏了些东西 便叫他们回去 只是丫鬟说 还有个连姨娘 味道 连姨娘原是镇北侯 王妻身边的丫鬟 跟着镇北侯从边关回来的 她对镇北侯来说 意义非凡 在府里也最受宠 我未嫁进来之前 侯爷的女人 以她为尊 现下我压她一头 她心里自然不舒服 正想着 外头丫鬟来报 说连姨娘派人送东西来了 来的是连姨娘的贴身丫鬟 将手里的锦匣承上后 灵力道 夫人 我们姨娘今日晨起时 寒正犯了 腿疼得紧 连下地都难 她派奴婢送上这簪子 向您告罪 姨娘说了 觉得您亲切 只有这只簪子 才衬得起您 您可一定要赏脸戴上 我只到连姨娘身子要紧 赏了物件 让那丫鬟回去 看着手里的玉兰花簪 我心里冷笑 这簪子 是镇北侯王妻生前 经常佩戴的物件 连姨娘以为我长在深归 不知道边关事 更不知道镇北侯 取我的真正缘由 若我将这簪子戴在头上 镇北侯 必定不悦 届时 就算镇北侯怪罪连姨娘 她只要推托丫鬟 送簪子的时候 搞混淆了就好 奈何连姨娘 打错了算盘 我让丫鬟将簪子收起 放在庄台上 最显眼的地方 晚上 镇北侯看完连姨娘 来了正院 她目光落在庄台上 注意到了那钗子 我抢先开口 将晌午的事 一五一时地告知她 还刻意提了一句 莲姨娘说 对我见之亲切 见我如同见了亲姊妹一般 只有这只簪子 才能与我相衬 还请我一定要戴上 可我今日的穿着和打扮 与这簪子不相配 打算明日再戴 侯爷面色阴沉 将那簪子收起 说让我早些安置 大步离开 向着莲姨娘院子去 我任由丫鬟 给我卸去拆还 莲姨娘的心思明显 镇北侯不是傻子 如今 我只消静静等待就好 我睡下前 外面就传来消息 镇北侯宣称 莲姨娘寒症发作 身子不适 要闭门休养一个月 这便是变相禁足 我并不关心 叫丫鬟熄了烛火 好几日都没睡好 今夜终于能安静休息 一日 我早早起身 做了汤羹 前去侍奉婆母 到了婆母面前 我故意叮嘱丫鬟 记得把爱草包 给镇北侯送去 婆母好奇 我解释道 知晓镇北侯愈冷 便会肩膀刺痛 只要用爱草包 加上揉捏推拿和针灸 这法子只要坚持下来 便会逐渐减轻痛苦 届时就算是冬日 也不会像从前那样疼痛 婆母浮现出笑意 拉着我的手 说话也热切了几分 你有心了 是个好孩子 我只说 这是做妻子的分内知识 婆母满意地点头 你嫁进来 这福里中愧 本应该交到你手上 只是你年纪小 经历得是少 娘怕你镇不住 那群老妖怪 你就先跟在娘身边 慢慢学着 我恭敬道 是 都听母亲的 或许是作为补偿 婆母这次赏赐了 我一些好东西 回正院路上 丫鬟不免为我心疼 我说 服侍夫君 孝顺婆母 本就是我该做的 心里想的却是 婆母视镇北侯 为眼珠子般 想要讨好婆母 慢慢拿到掌家权 最好的办法便是 从镇北侯身上下手 晚上 镇北侯来了正院 跟他用完晚膳后 我又给他捏了捏尖 镇北侯心缘一马 就此歇下 云歇雨后 我躺在账卖里思索 自我嫁入侯府后 算得上一切顺利 下一步计划 是要尽快怀上孩子 才能彻底坐稳 这个位置 因着我的柔顺 镇北侯和婆母 对我印象颇好 三朝回门时 镇北侯给足了我体面 父亲和嫡母 在门前迎接我 看着以往高高在上 搓磨我的嫡母 向我行礼 我淡淡脸下眸子 席间父亲 几次三番想八戒镇北侯 都被我不动声色挡回去 嫡母皮笑肉不笑 眼里满是嫉恨 可惜姨娘 只能远远看我一眼 用完饭又说了话话 回去前 我遣人向姨娘报了平安 只说一切顺利 又塞了些银子给她 只希望她在府里的日子 能好过些 等到侯府 天色已经暗淡下来 刚下马车 连衣娘院里边 派人来请镇北侯 说是有要事 我则带着礼物 向着婆母院子去 婆母对我的恭敬孝顺 很受用 一日 我按照婆母的吩咐 去她院子里 跟着一起看账本 一切都按计划进行 只是自从镇北侯从连姨娘院子出来后 一连八九日都未来政院 连其他姨娘院子也未去 这是我未料到的 婆母也因此有些不满 话里话外都言 我是正妻 应该劝戒夫君 更要为侯府的子嗣着想 我从婆母院子出来后 即刻派人去查 原是那日连姨娘说 找到了镇北侯王妻亲笔写的诗 这诗是赞颂他们之间的爱情的 想来是镇北侯听闻之后伤心 这几日思念王妻 这才没进后院 我知晓 这是连姨娘故意为之 她被禁足半月 也不想让其他人 有侍奉镇北侯的机会 我心里有了计较 叫丫鬟找了能工巧架 做出了一只夜间能发光的簪子 待晚上 我身穿素蓝色衣衫 装扮肃静简单 只带着一只簪子 提着花灯出门 而今正值桂花落的季节 我在镇北侯必经录的树下捡桂花 当晚 镇北侯就塑在了正院 只因我从先前打听的消息里得知 镇北侯王妻喜爱萤火虫 她还曾在镇北侯捉的漫天萤火虫中 翩翩起舞 我稍加改动 在簪子上别出心裁 既没有东施孝平那样令人反感 又多了些新奇 再加上我这张脸 便是水到渠成 莲姨娘解了禁足 前来给我敬茶 这是我入府后第一次见她 她嘴角擒着笑 眼里却带着不屑 从她做的事来看 是个有手段的笑面虎 任凭她明里按理挑衅 我都不为所动 她好似一拳打在了棉花上 气得快要破功 匆匆回了自己院子 镇北侯并未去看她 而是时常来正院 我跟婆母一起看账本 镇北侯想了解府中开支镜像 有些不好跟婆母问 便从我这里得知 我知道她有时候会有一些大的开支 奈何婆母做生意的头脑不强 侯府的产业镜像一般 今日镇北侯在我院子里按摩完 便去了婆母院子里用膳 谁知镇北侯肩膀脚痛起来 婆下坏了 赶紧叫了抚衣 我听闻后 第一时间派人去查 而后才前往婆母院子 我到时 镇北侯已经腾晕过去了 婆母面色黑得可怕 向我发难 跪下 我站在原地并未动 看着婆母道 娘 儿媳知晓您忧心侯爷 生气也是有的 侯爷的病情一向稳定 儿媳的法子也是颇有成效 您和侯爷也是能感觉到的 今日是有蹊跷 必定是有人动了手脚 儿媳已然派人去查 还望娘息怒 给儿媳一个机会 婆母盯着我 冷哼一声 可到底是没再说话 她也知晓 不可能是我做的 只是镇北侯受伤 她心里又气又急 总得找人发泄一下 不多时 我派去的人回来 给镇北侯用的药 我一向甚至又甚 接触的人不多 并且那艾草里 我添了一份独特的药材 只要沾染上 身上的艾草味便会久久不散 找到端倪 只要顺藤摸瓜查下去 很快就有了结果 是连姨娘院子里的人做的 婆母震怒 当即命人打了连姨娘三十大板 又将她禁足 不许任何人给连姨娘医治 连姨娘本想陷害我 可她不知镇北侯是婆母的逆连 只要触及 便没有好下场 婆母处置完毕 语气这才缓和下来 轻叹了口气 看着我 好孩子 委屈你了 绝儿昏倒 娘也是一时心急 你别往心里去 我心里不气是假的 只是人在屋檐下 不得不低头 眼下我还不能跟婆母 生出局语 我整理好情绪 贴心道 儿媳明白 娘向来待我好 我又怎会生娘的气 婆母健壮 这才满意地笑了 婆母当老夫人这些年 到底还是有些育人的手段 打一棒子给个甜枣 她给了我两间铺子管 郑北侯醒来后 知晓莲姨娘被打了板子 沉默了半赏 还是找了大夫给她医治 第二天一早 郑北侯来了我院子 她皱着眉头看着我 纵然是连而不对 可这是实在是不该闹到母亲面前 婆母让我管的那两间铺子 处于亏损状态 我正焦头烂额 面对郑北侯的指责 我只觉莫名其妙 强压下心理的不耐 旋即 我心里明白 她刚从莲姨娘那出来 想必又是莲姨娘 在她耳边吹了风 我到底只是长了一张 与郑北侯王妻相似的脸 可怜姨娘 自幼服侍在郑北侯王妻身边 对郑北侯王妻的了解太深刻 她要想借机发挥什么 我自然是落于下风的 我解释道 侯爷 此事并非切身之责 只要长了脑子 都能看出 事情责任根本不在我 郑北侯面色不余道 这便是你同本侯说话的态度 如此不知悔改 便在这院子反省 说吧 郑北侯挥秀而去 我坐下翻看账本 心里却思绪翻涌 这郑北侯 当真是不可理喻 我怀孕了 月是推迟许久 我自己粗略搭了搭脉 壮弱喜脉 加上我还有失睡 乏力等症状 基本可以确定 想了想 我觉得是时候出手了 连姨娘一直在讨好婆母 想让婆母消气 变招法地 向婆母院子里送东西 这两日 她总是给婆母送山菌汤 我只派人在熬汤的罐子上 动了手脚 将罐子底部加厚了些 一日 婆母喝了山菌汤后 便出现了幻觉 从台阶上 摔了下去 摔得头破血流 还断了腿 原先同样的时间 熬汤的罐子变厚了 火候就变了 那山君主不够时辰 煮出来的汤 就是有毒的 先前还为连姨娘 向我发难的侯爷 立刻向连姨娘发了火 姨娘连话都没来得及说 就被长乖三十 进了足 从前也就罢了 现在我有了身孕 我必须好生筹谋打算 解决掉连姨娘 孩子才能在一个较为安全的环境中长大 婆母受伤了 镇北侯终于被找回了理智 解了我的禁足 这府里的钟馈 就落在了我的手上 就此 我来侯府的前三个计划 都顺利实行 新婚业 稳住镇北侯和婆母 拿到长家权 和尽快怀上孩子 如今有了这三样 我在府里 也算不上寸不难行了 我一直瞒着有孕之事 直到拖到五个月 肚子显怀瞒不住时 府里众人才知晓 婆母高兴坏了 流水一样的赏赐 进了正院 连姨娘瞬间坐不住了 前些日子她虽然解了禁足 可镇北侯一直未去看她 她坐了许久冷板凳 现在又得知我怀有身孕 怎能不及 于是她有了一个大胆的动作 镇北侯从府外带 回来一个女子 名唤徐清清 她白衣飘飘 通身气质甜静柔婉 看上去很是可人 听闻她本是农家女 却被山匪掳去 是镇北侯救了她 而今这女子被抬为姨娘 清姨娘向我敬查时 满院子的小妾都来了 连姨娘坐在下手最前端 嘴角琴笑 她脸着眸子 面上却还是藏不住得意的神情 我接过清姨娘手里的茶盏 笑着撇了撇上面的浮沫 拿到掌家权后 府里消息就更好洞悉 我派人盯着莲姨娘 知道了这清姨娘 是莲姨娘安排的人 莲姨娘看不惯我 更不想侯爷宠爱我 更何况我现在怀了身孕 她危机感太重 便找人来给我添堵 她想让我和清姨娘斗起来 自己好坐收渔翁之力 莲姨娘每每算盘打得都很好 只不过她始终没料到 那就是我根本不爱侯爷 也不在意侯爷爱的是谁 我坐所的一切 不放过是为了在侯府内站稳脚跟 清姨娘应该受了莲姨娘的指点 许多事都是照着郑北侯在边关 同王妻一起做事进行的 一连大半个月 都勾得郑北侯去了她院子里 甚至有几次 大夫来看诊 郑北侯正陪着我 询问腹中孩子的状况 清姨娘直接将人从我院里请了去 丫鬟为我打抱不平 我为孩子做着小衣 勾起一抹笑意摇摇头 这种事一件两件还好 时间要是长了 郑北侯不仅会无感 甚至会厌烦 我甚少用这张脸去做文章 一是因为我对郑北侯王妻了解得不深 二是因为次数多了 就失去了新鲜感 反而会让人觉得东施笑贫 适得其反 腹中孩子八个月时 郑北侯基本已经不来我院里 顶多就是派下人过来 问询一下我腹中孩子的情况 连姨娘看时机差不多 便来了我院子 她目光落在我隆起的肚子上 嘴角浮上一抹不可察觉的笑 命人给我呈上一幅画 画上是一男一女共成一棋 驰骋在辽阔的草原上 两人神情浅全 宛若一对碧人 男子是郑北侯 而那女子的脸很是熟悉 和我有八九分相似 连姨娘惊呼一声 直到丫鬟拿错了 在欲盖弥彰的让我不要多想 我静静看着她表演 她的心思昭然若揭 她以为我爱郑北侯 所以从前才争宠 我现在要是知道自己是个替身 只不定会情绪激动 一气之下早产 届时肯定会因为气血攻心 生产不顺 一失两命最好 但要是生下来了 孩子也是早产的 我也会因为这件事 对郑北侯心如死灰 解决了我这个最大的敌人 其他的他都不用担心 可管管泪清又如何 我要的始终不是情真一切 我早就知晓 富贵和真情不能同在 若真是这样 那我毕竟会一而再 再而三 坚定不移地选择富贵尊荣 再说我早就发现 郑北侯不是悼念王妻 他只是喜欢外表人畜无害 性格柔顺的女子 我将计就计 阳装不可置信 眼里也覆盖上一层水雾 又叫丫鬟请太医 说肚子不舒服 连姨娘心满意足离开了 正好 自此以后 我关起院门来过日子 安心养胎 直到孩子足月生产 连姨娘心有疑虑 但顾不上管我 她早些年在边关洞坏了身子 很难再有孕 但轻姨娘不一样 她怀孕了 丫鬟说 连姨娘在得知这个消息时 当场气地砸了好几个茶盏 才稍稍平息怒火 我叫丫鬟扶着我 在院子里散步 大夫说 这样适当走走 有利于生产 连姨娘这就叫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 我的孩子马上降生 为了保证孩子安全 我自然要想想办法 转移连姨娘的注意力 于是我给轻姨娘下了假孕的药 人一旦有了筹码 心思就会大起来 轻姨娘原本对连姨娘言听计从 可入府这几个月 她算是看出来了 侯府里是我执掌中愧 拿捏大小事物 最得宠的是她 如今镇北侯把她视作掌上明珠 连姨娘在府里 一眉十全 二眉宠爱 凭什么再对她指着点点 让她坐这坐呢 于是乎 轻姨娘故意命厨房 给连姨娘的端去的药 都是温热的 连姨娘原本就有寒症 加上天气转凉 这要当然要喝热热的 这样一来 连姨娘的寒症发作 连姨娘看着自己引狼入室 心里又气又恨 暗中对轻姨娘的孩子下手 两个人擂台打得有来有回 最后两败俱伤 连姨娘被查出 想要对轻姨娘的孩子动手脚 轻姨娘被诊断出 服用假孕药物争宠 镇北侯直接将轻姨娘打断双腿 扔在了偏院自生自灭 对连姨娘则好些 只是禁足抄写经书 其他并无什么 就在这期间 我顺利生产 诞下了一个男婴 婆母自打上次摔了后 便一直卧病在床 孩子出生 婆母高兴坏了 竟然亲自来正院看我 看见孩子时 她更是爱不释手 她看着我道 你如今在坐月子 身子恐怕是不方便 不如这段时间 就先我管家 等你出了院子 再慢慢料理 我就知道 婆母没那么好心 我并未说话 倒是在一旁的镇北侯开口 娘 您身子不好 便好好歇着 云锦向来身强体健 不过是生个孩子 没什么大碍 镇北侯发话 婆母脸色不好 我逗弄着怀里的孩子 不去听两母子讨论 我执掌中愧后 侯府产业收益翻了几番 镇北侯每每要银两 我都从不过请问 立马叫人取了银子给她 这样的事 只要尝到了甜头 她又怎么舍得放开呢 婆母碰了一鼻子灰回去 青姨娘和莲姨娘被发落 我生产后 这府里彻底没了新鲜进 嫡母得知我产子的消息 要过府看望 我本想拒绝 可嫡母说 会将姨娘也带上 我便同意 只是孩子还小 不宜见人 这一拖就拖到了孩子 两个月的时候 彼时京城已经下雪 天寒地冻 滴水成冰 我早早命人做好准备 只等苏家来人 不成想 等了半晌都不见人来 倒是贴身丫鬟急匆匆走进来 说姨娘出事了 我猛地站起身 快步向外走去 路上丫鬟三言两句 将事情说清楚 敌母带着姨娘一同过府 行至一半时 竟然撞上了在湖边亭子赏雪的连姨娘 连姨娘寻了个由头 责罚姨娘 熟久寒冬地 叫她跪在湖边的雪地里 我一听 气血直冲天灵盖 脚下的步子 不禁欲发快 上次回去时 姨娘的身子便有些孱弱 连姨娘这样 不是想要姨娘的命吗 我去时便看到姨娘摇摇欲坠 跪在雪地里 丫鬟立马上前将姨娘扶起来 将厚厚的斗篷 踢在她身上后 又塞了汤婆子 迪姨正在亭子里 和连姨娘说话 我冷笑着上前 一巴掌狠狠扇在连姨娘脸上 连姨娘被打蒙了 反应过来后 眼里全是怨毒 夫人好大的架子 竟敢打我 若是叫侯爷知道了 我看你怎么办 连姨娘对于郑北侯的意义不一样 她是和郑北侯从边关回来的 那段岁月 是郑北侯最珍贵 最值得回忆的 所以 连姨娘三番五次作妖 郑北侯也并未要了她的性命 我毫不畏惧道 那又怎样 我竟不知 这侯府中 什么时候是连姨娘当家了 既然连姨娘喜欢看风景 那就好好跪在这欣赏吧 我叫人将连姨娘 扯下连姨娘的斗篷 又把她按住在地上 跪在湖边 丫鬟早就将护着我姨娘 回去了 此刻身边只剩下 腻着眸子看戏的嫡母 我看着她道 母亲还是和从前一样有成算 嫡母浅笑 侯夫人谬赞 我目光在她脸上滑过 冷吃一生 转身离去 这件事定然不是连姨娘一人所为 恐怕嫡母在中间推波助澜 我在回到院子时 姨娘已经换了身干净的衣裳 她看到我 眼里满是心疼 你这才出月子 便去那冰天雪地里 落下病根了 可怎么好 我心里划过一阵暖流 鼻头一酸 唯有姨娘会关心我 只是如今我根基不老 害得姨娘来侯府了 还要受委屈 寒暄过后 带吃了午饭 就将嫡母和姨娘送了回去 我目光落在一处发呆 心里冰冷 镇北侯来时 带着一身风雪 她是来问责的 苏云锦 你好大的胆子 本侯竟不知 你是这样心狠手辣 性子歹毒之人 我直直跪下 还望侯爷息怒 妾身也是一时情急 镇北侯声音 带着轻蔑与不屑 果真是小门小户出来的 不及轻轻半分 不过是个姨娘 打杀了又能怎样 你竟顶着她的脸 行这样恶劣之事 简直是个毒妇 我跪在地上 指甲献进了手心里 是 不过是个姨娘 连姨娘想置身 我养我的姨娘于死地 我将她打了杀了又怎样 镇北侯气急 夺了我的管家权 又将我禁足 就连孩子 都要抱到婆母院子去养 我要心口提着一口气 咬紧牙关 点头称事 原本门庭弱势的政院 又恢复了以往的冷清 我受了镇北侯的罚 连姨娘纵然高兴 可她寒症犯了 这会儿也是生不如死 府里又多了一个姨娘 听说这姨娘 原本是扬州寿马 诗词歌赋样样精通 最主要的是 她曾是没落小官家的女儿 被逼进青楼后 正要自裁时 被镇北侯救了 她表面柔弱 内心坚韧 比府里的这些女子身上 都多了一丝气节 镇北侯爱不释手 带回家里日日宠幸 那女子不像连姨娘有谋算 也不像清姨娘那样张扬 她只做好分内的事 将镇北侯侍奉得服服帖帖 镇北侯对她好像着了魔 简直是有求必应 今天买这个 明天送那个 侯府的银钱像流水一样花出去 婆母气急 但她不忍心责怪镇北侯 只向那女子发难 谁知镇北侯不仅顶撞婆母 还将那女子好好保护起来 婆母被气得病倒在她 久久不能起身 没多久 镇北侯也病了 我请了府衣来 府衣枕完脉 跪在地上战战兢兢 说镇北侯服用五淡散已久 已经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 如今她心脉受损 恐怕只能瘫痪在床 往后若是停止食用 还能再活几年 要是一意孤行 再稀释下去 恐怕命不久矣 婆母一听 眼前一黑 晕死过去 趁着这段时间 我直接以谋害镇北侯为由 将那女子占地 婆母身子愈发不行 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 看着瘫痪在床的镇北侯 我微微勾起了嘴角 还多亏了莲姨娘给我的启示 她能找来清姨娘 我也能找来扬州寿马 多年前 镇北侯去外地剿匪 快马踏过长街 有质子死在马蹄之下 那质子是小官最小的女儿 小官前去讨要说法 层层上报 仍旧未果 最终小官遭受排挤 蹉跎半生 郁郁而终 镇北侯不知 这么些年过去了 那质子的姐姐 还会来找她寻仇 现在 那兽马拿了钱财 远走高飞 侯府内 我再次掌权 达成双赢局面 我尽心尽力 依不解代 侍奉在镇北侯踏前 为要擦身 事事亲力亲为 镇北侯因吸食不到五十散 脾气变得暴躁无常 每每她暴怒发火 我都默默收拾残局 纵然婆母挑剔 可看到我对镇北侯这样照顾 都不忍拉着我的手 夸我是个好的 镇北侯已经奄奄一息 她实在忍不住 抓心挠肝之下 一下下撞在结实的床头 将自己撞得头破血流 我用上好的药材 吊住了她的性命 婆母整个人也垮了 儿子被我重新养在身边 悄无声息地处理了连姨娘后 我以镇北侯的名义 为我儿请封世子 自此 我在侯府内独揽大权 夏日时 江南突发水灾 朝中有人贪磨朝廷赈灾款 灾民饿死病死无数 皇帝震怒 严查此事 一大批官员被查出 王大人赫然在列 王家被满门抄斩 父亲遭受牵连 被急去官职 流放千里 嫡母听闻 两眼一黑 晕死过去 家中姬妾 立马卷了钱财逃跑 留下一片狼藉 我第一时间接出姨娘 在侯府边上 置办了一处幽静的宅子 让她安度余生 姨娘笑意盈盈道 院子里的桂花树 长得这样好 今年做的桂花糕啊 指定比往年的都甜 我弯起眉眼 娘做的桂花糕最甜了 这日子真好